那么接下来贝汉姆是会从一个球员变成一个演员 还是变成一个教练 还是变成一个形象大使 还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特别想知道你们是不是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现在我我刚退休五个礼拜 当然计划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能够在退以后能够马上找到新的寄托 那当然我现在作为中超大使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这个能让我还参与足球 我还有其他的一些选择和计划 比如说我要在美国大职业大联盟拥有一家俱乐部 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有趣的计划 当然我也非常对时尚非常感兴趣 我没有过多的参与 另外我现在也有这个内衣的这个自己的品牌和产品系列 我在演艺界有很多的朋友 比如说汤姆克罗斯等等 现在我不能说我还有计划成为一个电影演员 因为我不知道我能成为一个好的演员 但是我肯定是要继续参与足球 我认为他肯定能演得好 我觉得你肯定能演得好 如果他去演电影适合演什么角色呢 大家说 他认为他应该是詹姆斯邦德 非常好 但是詹姆斯邦德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我们就不要让他演了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还是回到我们中超吧 因为 他可以演一个好的詹姆斯邦德 我明白了